那麼就像財政部長說的 要像黃色小鴨一樣 不一定要讓它爆掉 我們說希望它慢慢消氣 但是要怎麼樣消氣呢 是不是政府也可以有一些手段 就是要讓民間的投資客看到風險 不要去炒作 政府還可以再多做一點什麼 沒錯 這個房市絕對不能讓它爆掉 因為這個房市不是說爆掉 我們就可以撿便宜買房子 它只有衝擊到的是金融面 肆體經濟會崩盤 就像之前美國磁帶風暴一樣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強調這個緩緩的消氣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政府一般來說有兩大手段 就是租稅政策跟財政的 租稅跟利率的政策 這兩個手段 不過以現在台灣的經濟 比較弱性的成長狀況來說 用利率的政策來 譬如說升息 可能影響到的是產業的發展 而且我們一些苦悲房貸的 小民眾可能更辛苦 所以主要一般學者強調 是認為說在稅制上面的改革 是有必要的 譬如說像是一些資本的利得稅 還有土增稅把它合理化 那來給它適度的壓抑 不過因為稅率這種 稅這個東西一講起來 尤其最近要選舉 大家都會很反感這樣子 所以現在政府大致上喊話的還是居多 希望說用喊話的來降低民眾 這個貿然造勁的這個意願 是 至少讓大家自己知道 這個民間能夠這個買房的風氣 不要這麼甚 那至於說真的要用 祭出這些租稅的政策 真的是比較困難一點 沒有錯的